幸好我們就認識到貿速局有一個服務 其實叫做一站式投資者服務 由他們一直帶領我們如何建立廠房、拿廠牌 貿速局也會有托展的服務 他們會帶我們去資源對接 像上一次他們帶來一些灣區的企業家 來到我們的廠房去參觀 澳門回歸第49年就是2048 因為2048是我們對未來的遠景 我們的手工碑品牌都是希望從我們自身的想法去出發 脆眼的意思是眼睛 希望透過我們的產品、品牌去尋找自己眼中的星光 澳門是一個中西合璧的地方 就將茶葉融入我們的啤酒當中 形成了我們自己的系列就是茶啤系列 都成為了我們自己的明星產品 後來我也希望增加我們自己的啤酒更多層次 所以我們的產品就變成一個水果加茶的啤酒 荔枝紅茶、白香果綠茶、桂花啤酒、限定版 西啤酒、咖啡啤酒 都推出了一款叫做澳門原漿 就是一個很簡單、很透徹的啤酒的口味 我們從18年到現在已經研發了超過50多款的啤酒口味 把不同的材料融入到啤酒當中 其實是很困難的 好像茶葉一樣,它很講茶香 其實香氣是最容易消散的 所以我們小分子分離法 我們就透過我們自己高溫蒸除 最大可能保留一些香氣在裡面 我們再把它融入到我們的啤酒 做二次釀製 其實啤酒還有一個最大的特色就是當地化 希望在澳門建立自己的酒廠 這樣才可以真正正代表澳門製造澳門的味道 幸好我們就認識到貿促局有一個服務 其實叫做一站式投資者服務 就是由他們一直帶領我們 從怎樣建立廠房、拿廠牌 貿促局也會有拓展的一個服務 他們會帶我們去資源對接 我們上一次就帶一眾灣區的一些企業家 來到我們的廠房去參觀 都認識到好幾位的企業家 都會跟他們見面 去傾接下來還有什麼合作的方向 把我們的啤酒帶入灣區裡面 請支持澳門製造澳門品牌澳門設計